大家好啊 这不快过年了吗 猪肉太贵 今天用鸡肉给大家分享一个新吃话 这里准备了四个大鸡腿 我们这里才七块钱一斤 沿着骨头慢慢地把肉剔下来 腿骨去下来以后是这样子的 用刀背来回多敲打几遍 把鸡肉敲松 这样在腌制的过程呢 鸡肉能更好的入味 全部敲好之后 放入盆里 在里面放上姜身 葱段 接下来调味 加入一勺料酒 三勺生抽 一勺老抽上色 一勺蚝油 加入适量的盐 一勺白糖提鲜 一勺胡椒粉 抓拌均匀 让鸡肉的每个部位都沾上料汁 再加入一大勺的玉米淀粉 这里将淀粉 鸡肉能更好的粘连在一块 抓拌均匀 盖上盖子 腌制一到两个小时以上 时间到以后 我们取出腌好的鸡肉 把葱姜剪出来不用 鸡皮朝下慢慢卷起来 再晃在锡纸上面 用锡纸包裹住鸡肉 一定要卷紧实哦 再将两头烘住 拧紧 蒸的过程能更好成形 凉水摆入锅中 把盖子盖上 开大火烧开 转中火蒸上30分钟 时间到之后关火 就可以打开锅盖了 稍微晃凉 把表面的锡纸截掉 哇 蚊子好香啊 在意自己的喜好 切成小块 蒸好的鸡腿 特别的嫩 切的过程 要慢慢的滑下去 不要太用力 摆入盘里 撒上一些葱花 就可以上桌了 看一下这样做的鸡肉 里面的花纹也很漂亮 肉质非常的鲜嫩入味 吃起来香而不油腻 简单蒸一蒸就能上桌 这也是每到过年 我必做的一道拿手菜 呆客也背有面子 谢谢你的观看 我是娟子 咱们下期见